今天跟鄭文燦同場會被解讀 是要選總統 副總統賴清德出席慈會堂 起安大會只見台北市議員 各個上前迎接 但有位首長已經在裡頭standby 副總統賴清德先生 桃園市市長鄭文燦先生 以為是扣吻著嗎 其實是也被點名 有望接棒小英總統的鄭文燦 原本避臨而戰 但在廟方人員的指引之下 被排到了另一端 兩人位置中間硬生生卡了堂主 儀式兼雙方互動並不多 特別北上的鄭文燦 就連致辭也搶先一步 揮揮手不介意讓對方先發言 但接下來這樣暗中早立的狀況 可能會不斷上演 因為針對公投案 綠營內部已經規劃 5月16號開始全台說明會 傳出兩人已經收到各地邀請 但誰出場的次數多 勢必也成為照鏡指標 那今天跟賴靜德一起 大家說是總統較勁 沒有 我們很好 有另外邀請你參加施政說明會嗎 是很好的對手 也許也是好對手 傳出2022卸任後 鄭文燦有可能先轉戰台北 填補兩年空窗 光是這禮拜 除了這一次的法會之外 八天內他已經五度北上 上這禮拜怎麼會這麼頻繁來台北 昨天還去西門町吃燒烤 好像還密集往台北跑對不對 他為什麼一直來 你們想太多了 吃了再上 前一天賴清德和AIT處長 左訪山林也受到民眾熱烈歡迎 2024還有一段時間 不過有依卡位的綠營天王 積極下鄉全台佈局 東三新聞 陳向宇 張新聞 在台北採訪報導